我拍台湾电影 说台湾故事 我是魏德胜 让我为你导读台湾 今天是节目开播后 第一次回到我们的虚拟棚进行录影 这一集要来为观众介绍台酒百年的故事 台湾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 只要不违法 什么事情都能做 不过在戒严的时期可不是这样子的 现在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事情 在那个时候可能都不能做 像酒 老百姓当时就不能够开场酿酒 一切都由政府专门处理 回顾台湾酒的发展史 从原住民饺米酿酒 宜肯的汉人进口江南的黄酒 到日治时期带来现代化的酒业经营 酒在台湾人的生活里面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台湾现在最普遍的应该就是啤酒 清末年间开放港口通商 啤酒随着洋商进到台湾 不过那时的啤酒还不普遍 多半只是官员们交际应酬的时候 才有机会喝到 一直到日治时期 啤酒才逐渐的走进民间 1929年 台湾的啤酒年销售量 就达到一千万瓶以上 除了人民逐渐习惯的养成 喝啤酒的习惯 日本进口的酒品 也竞争非常的激烈 但是当时台湾本土制造的 高砂卖酒 才是市场上最抢手的 我们一起来看台湾的啤酒发展史 吃着热炒配着清凉的啤酒 大家都说这是真正的台湾 但你可能不知道 啤酒其实是日治时期 才进到了台湾 但一开始这种酒 也不是一般台湾人可以喝得到的 一般老百姓 其实在那个时候是不太喝得到 因为正那个时候的啤酒的价位 算是在蛮高的 那一般在真正会喝到啤酒的 一般都是商户买办那些的 还有一些就是日本的军人 他们是 还有他们的老百姓 是比较可以喝得到 台湾的一般老百姓是喝不太到的 一开始是由日本进口 台语将啤酒成壁炉 其实来自日本的外来语 后来日本干脆在台湾售厂 发源地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建国啤酒厂 现金称台北啤酒工厂 它是全台第一家啤酒工厂 百年前的啤酒厂叫做 高沙卖酒诸事会社 卖酒是日文的啤酒 高沙就是江湖时代以来 日本人对台湾的称呼 资本额200万日元 占地1万4千多瓶 主要的售备从夏威夷进口 应该来讲正式的出现是在民国九年 那就整个的 在民国九年的时候 6月17号 时政纪念日的时候 日本人他们所生的时政纪念日 那一天第一批的啤酒就正式上市 但令人意外的是 出场啤酒滋味的台湾人 没有尝到想象中的天降甘霖 反正因为口感不习惯 绩效着黄黄的啤酒是马尿 一般当然来讲 可能有的时候是喝不到 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酸葡萄心理 但实际上是因为它刚建厂完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的一个制造技术 并没有那么完善 而且它的设备是从夏威夷那边运来的 12手的一个量造设备 所以在刚开始那个阶段 它的啤酒的口味是比较不好 所以一般人喝了以后都会觉得它好像是有一个马尿味 厂内最早的设备来自夏威夷 现今厂内保存下来的文物馆 当时就是古早的置冰室 这个地方原来是我们的一个置冰室 没有我们后面看到的那个天车 就是我们的冰块做好了之后 用那个天车要去把它吊起来 那边有一个小门 其实它是可以通到我们早期的啤酒花室 在那个没有冷气的年代 这样的设备非常新颖 其实日本在台湾设立酒厂 也是为了南境政策 台湾就是一个示范基地 一次世界大战 是准备要作为一个南境的一个基地 希望在这边的啤酒厂建好之后 也可以到东南亚那个去建厂 为了大力推广啤酒 日本积极宣传促销 不论是抽奖还是极瓶盖都造成话题 他们就是会做各种的旗帜 然后那个啤酒的造型 还有生骨酒的桶的造型 然后会到各地 都是在昭和二年的时候 他们去推广他们的高叉啤酒 而这样的行销方式竟然奏效 台湾本土的高山卖酒 加上日本进口的各式品牌啤酒 相互拉抬竞争 1929年的啤酒在台湾的年销售量 近高达1000万瓶以上 台湾人喝啤酒的市场 就在此时被打开了 日治时期 日本以德国酿酒技术 全卖酿造出台湾第一支啤酒 后来台湾功夫后 国民政府接手啤酒厂 不仅保留日治时期 留下来的啤酒菌种 也和在地连结加入台湾特有的蓬莱米 这个是我们红莱白米 世界各国大概在量造啤酒的时候 都以啤酒花跟麦芽为主 但是我们的台湾啤酒系列 它又加了一个部分叫做蓬莱米 这个蓬莱米就是因为台湾是 稻米盛产的一个国家 那早期供卖局时代 一直到台湾研究公司 因为是国营企业 所以它有负责调节 我们的一个农产品 产销过剩的这个问题 其实在啤酒里面 除了加啤酒花跟麦芽的香气之外 其实米有米的香气 光复后的啤酒厂 也进入专卖局时代 有保警助手也少不了政治标语 因为它是公家企业 所以说它第一个 它国情进来了 第二个它里面还有一些政治标语 包括板工抗热 生产包裹 这个场有一个精神堡垒 就是我们酒瓶的喷水池 早期的时候它并没有一个博会 因为台湾光复以后 等于说国民政府来台湾 就增加了一个12岛官网 一个博会 不过台湾啤酒在台美断交后 也曾经历过一场国际上的正名风暴 其实在China Beer 其实我们今天去生产了两年 这也是误打误撞 因为美国跟中共建交以后 中国不允许在美国市场 有台湾这个字眼存在 包括台湾啤酒 所以我们公司的啤酒 不得不外销美国的 把它改为China Beer 所以前后有两年实验 所以有两款 这两款后来中国大使馆就抗议 你不是给我在中国大陆生产 不能给我使用China 后来我们就证明回来台湾啤酒 但一瓶小小的啤酒 都能引发争议 也足以想见 当时台湾啤酒的销售量有多大 甚至在外销市场都占有一席之地 而全社时期设置的 铜制糖花设备 全世界仅有十座 其中一座就保留在 限制台北啤酒工厂内 古董籍的糖花府是镇馆之宝 记录着台湾啤酒辉煌的年代 这个是我们民国63年 所设置的一个糖花府 也就是德国制的第三代的 同制糖花府 这个潮是我们的胡化潮 它就主要是在煮米的 这个是糖花府 糖花府就是在煮麦的 然后这两个它分别把它加热以后 胡化以后 然后就会送到我们的过滤潮 去做过滤 那过滤完的麦汁 就到我们的煮沸潮 那煮沸潮它最主要就是 把过滤完的麦汁完了之后 回到这边煮沸 然后加入最重要的一个啤酒花 60年代这一从两班制 改为三班制 全社时期24小时不打烊 今晚到半夜 啤酒厂依旧是灯火通明 厂的那个就是从民国63年起 因为要变成三班制 所以这边就开始 就统统有增加到人 那个时候这个糖花的部分 就有差不多七八十个人 而且在味水路那边 都可以闻到麦汁香味 在啤酒厂工作 得经过三个温度区 急热到急冷 员工都称在这工作 就像是在洗三温暖 因为糖花这边 它就是一直在煮沸 所以它通通都是 温度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这边工作的是 没有女孩子 通通都男的 然后通通都是穿短裤 打翅膀 那了不起就穿个背心 因为它这边非常热 但是到了发酵的部分 它就是变成 要穿很重的防寒衣 因为啤酒的发酵 它都是属于低温发酵 台湾啤酒鼎盛时期 单单一座建国啤酒厂 无法供应这么大的量 因此后续由了中芯啤酒厂 成功啤酒厂 到最后的复兴啤酒厂 那个时候我们厂的产能 每年产量是800万打 然后到87年的时候 我们厂的户外生产 发酵罐也 组装完成 也顺利投产 所以产能由 免产量800万打 提升到1200万打 过去这个厂 年产只有50几亿 所以对国家财政的贡献是 贡献度很大的 光啤酒厂就能看到台湾 70到80年代的经济起飞大转变 直至今日 这一杯金黄饮品 在历经百年 已经精亮出它独特的台湾味 只要举起酒杯 一句好赞啦 就会知道 这是属于台湾人的共同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